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大家取出我们手中的色卡 我们根据线卡上的数字以及说明书来确定自己需要使用的颜色 这里线卡我是随机取的 我们大家这里要参考自己手中收到的线卡颜色 对照着说明书我们来确定哪一个部位用哪一个颜色的线 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取线 我们从线卡上将线圈取下 我们这里每一根线都是由六谷组成 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拆出其中的一根来使用 我们找到一根的线头位置 用我们的左手轻轻的捏住线头位置 右手将线抽出 这样我们的线就分离出来了 我们将剩下的线放好 可以继续放到我们的线板上 以防丢失 我们将取出来的线穿到我们的针筒上 将开头和结尾的位置重合 我们在这里需要在结尾位置进行打结 所以打结的方法不不定 我们这里用手捏住线头的位置 将线在手指上缠绕一线 接着用我们的右手捏住线圈的重合位置 接着再将线头位置从线圈中穿过来 将线先拉 拉紧 这样我们的一个结就打好了 如果大家感觉不牢固 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个结 这里能打结位置 我们要将它和第一个结打到一起 多余的线头我们这里可以剪掉 打好结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进行缝制 首先我们先取出九号米色线 这里我们使用的针法式断面锈两骨线来缝制 我们可以从人一点向上出针 我们这里竖直排线 注意我们这里需要注意 我们在缝制的时候 不能尽量将硬直的线条给盖住 这样缝制出来的重新才会更加的美观 我们在缝制面部图案的时候 要将腮红眼睛嘴巴还有上方图案部分空出来 不要进行缝制 再来就能夹一下 全家好放进度 扫号2 我们不能永远 这些破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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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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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我们使用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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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